新年快樂 而且他有回來台灣圖示 我就問他說 要不要再來台灣圖示 點唱不唱啊 我說好好好 好的機會 歡迎 所以又找來了王耀堂跟林彼 這兩位同學 一起來搭檔 所以看我們今天的葬事 就真的是比較專業 專業的演唱會一樣 三師賴科風 還有小鼓 還有電吉他 所以各位朋友 當你入過這個時候 一定要提一下腳步 坐在我們這邊的座位上 好好的欣賞這一場典費的演唱會 那在他們要開始 早開始演唱之前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可以請過請過請過 台灣圖示在1995年 由張歐隆布施跟他的朋友們 一起在中間那邊的 寫進兩邊地下室成立的 在1995年的時候 那時候能很多的朋友 還有義工朋友一起幫忙 那時候是辦了很多的演講 還有講座還有一些古書會 還有一些古書會 然後後來 張歐隆醫師在民國100年4月的補事 那他補事的消息呢 經過媒體的報導 那由就是這個店面的主人 就是在交大電機器教書的 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就想說 把這個地方 這是黃金地段 恰意識的中山路 這黃金地段 用免費提供出來 讓台灣圖書的書 原本的廠室有四千多冊 那因為這地方的場地 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就告一千多冊 有關於台灣文學 自然生態文學 還有原住民文學的書 在這裡 那我們開放的時間 是每週二到每週六的下午三點 到晚上的九點 所以各位朋友 有空可以在這幾個段 來點閱讀 那我們也會平常辦讀書會 我們每個禮拜五都有讀書會 那各位朋友也可以來場地 覺得有興趣 可以一起加入我們的讀書會 那我們辦的活動呢 都會在我們的有書上 所以各位朋友呢 如果說 想要參加這些議文活動的話 請坐請坐 議文活動的訊息 就會在我們台灣讀書的臉書上 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是過得好的書 前面還有小椅子 就是我們台灣讀書 所以我們就這裡 在出山就開門了 而且很高興的就是 由這三位年輕人 來幫我們台灣讀書的新職 而且是一個很節肅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高財生 台灣的高財生 這個王林宏 他現在是台大一千基石的 國師班讀書 那那個藥堂 不知道他自己的 那李玉琳呢是 這個藥堂是中央 不是 玉琳是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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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日月光上班嗎 對 大家知道日月光 很有名的半導體公司 所以跟傑出的聯繫 有什麼嘉義優秀的主義 所以呢 我們喔 用熱蕾掌聲 來歡迎這三位優秀的主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